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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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冰箱我们在这儿弹琴天 终于结束了今天一天的拍摄了 现在车场会9点的农场 因为最近来到了海南之后拍摄一直都很密集 而且有很多在海边的拍摄 所以经常会晒得很厉害 还有很多风沙吹过来 所以皮肤状态当然也不是很好 刚好我们剧组的幻长老师 我推荐到一款很好用的产品 等一下到了酒店洗完澡之后呢 可以给大家录一个久违的护肤视频 打碗焦哦 好 现在洗完澡了 洗完妆了 正式开始我们的护肤 但是说到护肤啊 因为上次跟大家录的时候 也是有什么先敷了面膜 然后可能做了清洁 然后涂抹了水啊 乳液啊 精华啊 面霜 等等一系列的步骤 但是后来 这次从古装系 回到了现在系之后 我们的防装师 跟我说了一个更加方便 更加 就是更适合我们 平时化完妆之后啊 我们长时间戴妆之后的一个清洁的步骤 其实比之前要更方便 因为只有两步啊 真的只有两步 第一步呢 就是先用一个精华水 第二步是要用一个面霜 就可以达到之前 所有的一系列的效果 而且真的是非常的清爽 也非常的高效 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下 第一步当然还是精华水 其实这款精华水 我自己也特别喜欢 最近一直在被 我们华老师崩裳的案例 然后用过之后 我就觉得效果超好 平时去找到化妆的话 还有觉得很容易上妆 上次晚上拍打的有点响 这次稍微轻一点 好想到有点热 味道很清爽就很好了 而且吸收非常快 这款精华水的话 就可以省去了 再涂抹一次 涂液和精华 很方便 适合我们这些拿会儿 哦 拿会儿 拿会儿 涂完这款精华水以后啊 第二步我们就到了 涂抹霜的环境 涂抹霜的环境 其实最近一直在市面用的这款 就是她茶的这个清蘋果 这款都是疯狂的像我安利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外观好吗 外观真的很像清蘋果 然后下面它会附送一个小勺 用小勺直接 舀出来了嘛 但是我一般都是直接上手 但是我一般都是直接上手 所以一是希望它比较无水的效果 然后就是不太油腻 最主要的是要清爽 而这款涂抹霜上之后 真的会感觉很凉爽 就像是我们在现场拍戏的时候 用那个 你叫什么清凉湿巾 用那个清凉湿巾 就感觉浑身都很凉快 这个涂抹到脸上以后就会 也是有同样的那种很凉爽的一个感觉 而且也非常的不厚重 非常活用 脖子上也要涂一点 然后平时我们家化妆的时候 就会感觉上妆容易 时间长了以后就会 容易发黄啊 或者是很 很容易去氧化 所以后来我有跟妇妆师有聊这个问题 他说 对于护肤啊 或者是妆前用的这些面霜 也有很大的这个关节 所以这款其实用起来 会感觉抗氧化的效果非常好 所以戴妆的时间啊 或者是那个颜色就会 看起来会更自然的贴近肤色 所以除了护肤的时候可以用之外 我们在化妆之前啊 或者是出妆之前 也会进行一下 这个 童抹这样的话 会看起来效果会更好 大家也可以试一下 真的很舒服 Tasha清凉我说 安理给你 让我们都是这 不想 好啦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了 我要去准备一下明天拍摄的内容 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个好的睡眠 跟你们说晚安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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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